帖撒罗尼加后书 第一章 保罗西拉,提摩泰,写信给帖撒罗尼加在上帝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女的教会。 愿因为平安,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而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国教会里为你们跨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白患难中,仍旧全忍耐和信心。 这正是上帝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上帝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上帝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哪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哪不认识上帝,和哪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照,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恩信心所作的功夫。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帖撒罗尼加后书 第二章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无我明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来到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女自称是上帝。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难阻他的事什么事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人已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难阻的,等到那难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去放。 使一切不信真理,堵起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主所爱的弟兄们那,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减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度,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上帝藉我们所传的福音,照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视我们口传的,视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刺激我们的父上帝。 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 帖撒罗尼加后书 第三章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讨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实的,要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上帝并学基督的忍耐。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 你们自己愿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也未尝白压人的犯,到是辛苦劳碌,就夜作功,免得叫你们一人受虑。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作功,就不可压凡。 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功都不作反到尊管闲事。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作功,赋自己的凡。 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收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罗亲不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不职就是这样。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